要成为太监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要去世 去世是一种文雅的说法 翻译成大白话呢 就叫割掉小积极嘛 其实呢 在中国的这几千年的王朝统治之中 中国人呢 每一个人都去世了 请大家注意啊 并不是太监才会被割掉小积极 而是每一个中国男人都被割掉了小积极 当然太监呢 那个是物理性质的 直接从他身体上切割下去 而中国的男人呢 是割掉了男性的心理的小积极 从科学的翻译来说 就是割掉了雄性的荷尔蒙 不允许中国人有雄性激素了 这种去世呢 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体会得到 比如说什么叫雄性呢 雄性就代表着不屈服 代表着勇气 代表着男人味 代表着男人可以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的力量 举个简单的例子 四百多年前的意大利人 立马逗来到中国 当时是明朝 他在他的书里面这样写 我在中原走过了很多地方 也见过了无数多的人 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里的男人都像女人 他们留着长长的头发 画在整理书里头发的时间 比女人还要长 他们还留着长长的指甲 他们同样爱好争论 一争论起来呢 就开始对骂 骂的整条街都能听得见 面红耳赤 脖子上的青筋 冒得高高的 他们出口成章 骂的脏话从七大姑八大姨 一直可以骂到祖先十八辈 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他们会像男人一样战斗 更不可能发生像我们欧洲人那样的 男人之间的决斗 通过这些第三者的观察 局外人的眼光 你才会真正的理解自己 理解自己到底缺了什么 所以说我的理论就是中国人都被去世了 不仅仅仅是太监物理上的去世 还有中国男人去逐了男性的基因 男性的荷尔蒙 换句话说就是勇气和智慧的能力 所以说我发明了一个词叫幻知 什么叫幻知呢 就是意淫 太监呢因为被切掉了他的小鸡鸡 他就只能意淫 那么越是没有当然幻想或者意淫 当然会要把他幻想自己的小鸡鸡 是全世界最粗最大最坚挺的 因为反正都没有了 既然要意淫要幻想 当然幻想的大一点 过分一点 这就理所应当了嘛 所以说自然而然 我们的想象力有多丰富 我们幻想的我们这个小鸡鸡就有多大 所以说我们会出各种穿越的小说啊 我们会幻想自己穿越回古代 用自己最粗最大最坚挺的小鸡鸡 去征服历史上所有的美人 甚至连很多中国的游戏 也是按这个套路来制作的 比如说在我节目里面 打出的什么日理万机 这类的游戏 就是穿越回古代 拥有了无数的美女 天天让你那个全世界最粗最大的小鸡鸡 去征服他们嘛 这个幻知呢并不是太监的专利 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特点啊 因为我说过了 我们中国人被切割掉了雄性 切割掉了勇气 所以说自然而然 武侠小说功夫就成为中国人 最为追捧的文化 不管是金庸也好 古龙也好 他们的那些武林世界 就满足了我们幻知的想象力 霍元甲李小龙 成龙李连杰这种功夫 打遍全世界这种意义 自然而然成为我们中国人 最喜欢最欣赏的明星 他们创造的各种电影里面的角色 成为我们的民族英雄 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了 因为我们没有了 像太监没有小鸡鸡一样 我们男性是没有勇气 也没有抗争精神了 我们所以自然要幻想 幻想我们一个又一个的 是真正的勇士 真正的男人 有鸡鸡的男人 有全世界最大最粗最坚挺的 积极的男人 因为在现实中 我们都是去了世的男人 对于是真正的男人